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三角梅 大家发现我这个三角梅开花非常漂亮 开这个花是一大处一大处的 这个观赏性非常高 我们在平时选择三角梅的时候 该怎么正确选好的品种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选三角梅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个三角梅开花的时候 是否像这样一处一处的 如果是这种三角梅呢 它开出来的话就非常漂亮 那么如果像这种品种 它开出来的话就没那么漂亮 它都属于单半的 它开出来的话呢 观想镜没有那么强 而且它整体没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在选择三角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品种 选择一个新意的三角梅来养护 它这个品种的三角梅开花 是每一个枝头都会有 都会有一大处这个花朵 所以说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平时买三角梅的时候 如何选择 才能选择到自己新意的三角梅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